疫情冲击各产业,网红直播市场扶摇之上 新冠肺炎延烧,很多民众都不敢出门冲击各项产业 但直播主的观看人数和买礼物打赏等 却因大家都宅在家里翻倍成长 受疫情影响的产业也纷纷与直播主合作 希望透过宅男经济度过这波产业寒冬 台湾有一家巧克力工坊的负责人 就邀请超人气直播主一同做巧克力 并现场开启直播,马上吸引了大批网友观看 巧克力工坊负责人说,疫情爆发的时候 门市业绩掉了将近五成 网络销售成效也是有限 因此才想到与网红直播主合作 直播主贝拉说,这段期间的确发现很多人不敢出门了 观看人数也变多了 有些人也会在直播上留言说,口罩很难买 他也希望透过直播,疗愈大家对疫情的忧心 台湾新采国际公司执行长说 他旗下共有大陆台湾共300多个直播主 在疫情爆发后,台湾直播主人气上升了三成 大陆因疫情更加严峻 直播主人气上升了五成 显然是大家不敢出门 待在网络的时间变长了 直播主们也积极与产业界合作 希望产业能共存共融 摆脱经济低迷的现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